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林匹克路跑是中华奥会从1988年到现在每年的6月23号定为奥林匹克日 并且在国内举行奥林匹克的路跑活动已经进入第24年 那我们在今年我们希望能够配合这个百年全运 那在我们彰化来举行这个很有意义的路跑活动 很健康很阳光的路跑活动 那我们邀请大家在今年的6月19号就是在星期日上午6点 在我们彰化县力体育场来开跑 那共分为20公里的竞赛组 这是比较专业的 那一般的民众也可以来参加5公里的全民休闲组 那我们参加的民众可以在我们彰化的八卦山脉 环境清幽光明媚大家来尽情享受路跑的乐趣 我们欢迎大家实地的来体验 南场活动由南国国小小朋友的舞蹈表演开场 会中卓县长等与会贵宾共同启动仪式 并为2011国际奥林匹克路跑活动 首开国内举办路跑风气之先 也诚挚邀请全国民众到彰化参加路跑比赛 彰化管政府对这边国际路跑的专业的支持 其实奥林匹克路跑是由民国七十七年到今年刚才二十四年 直到雪山隧道和南二九它的开车通车电列以外 是第三次离开台北市来中华基兴 这有很特殊的意义 就是像从建国一百年专国通担的竞电 就是专国民众会通担当中华是同样 此次路跑活动定于一百年六月十九日上午六点 在彰化县立体育场开跑 共分为二十公里竞赛组 以及五公里全民休闲组 参与民众将徜徉在环境清幽 风光明媚的八卦山竞赛路线中 尽情享受路跑的乐趣 值得大家实地亲身体验 公益频道林俊明张化采访报道